老美拉上43国要给登月定新规矩 中国该如何应对中美太空竞争呢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大家好,近日有一个消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按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NASA的说法 将会根据相关的政策指令 拉上大量伙伴以及国际重要组织 制定出新的月球规则 也就是所谓的协调月球时间 按照美方的计划 一旦这个规则得到认可 那么今后任何国家想要在月球上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 在时间上都应该以这个新规则为标准 根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 美方想要拉上的伙伴至少有43个国家 很明显又是想靠着霸权来给全世界定清规矩 在我看来,NASA主要想针对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下能够在太空中与美国竞争的国家无非就那么几个 俄罗斯肯定是没有太多的精力忙这些事 毕竟还要解决俄乌冲突 其他几个航天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 说白了就是美国的跟班 那么可想而知 最后也就只剩下中国这个对手了 更何况我国就在前些时候发布了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在2027年左右实施载人登月探测工程 反观美国航空航天局 不仅明年9月份要进行载人绕月任务 很可能无法按计划准时发射 甚至还承认不可能在2027年之前完成载人登月 换言之只要我国能够顺利完成载人登月工程 那么美国将会面临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局面 另外一直以来有不少专家学者质疑美国 多年前成功载人登月是在造假 如果我们成功登月后发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证据 可想而知 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度将会跌到谷底 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美国政府应该都想在我们之前完成载人登月 但美方的航天局又没有那么争气 所以也就只能制定出新的规则 来延缓或者是破坏我国的载人登月计划 其实美国要跟我国开启太空竞争 已经不是什么新象话题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毛主席的兵法精髓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之一 我们想办法去国际相关组织 制止美国这个协调月球时计划 实际意义其实并不大 说的直白一些 大量的国际组织都已经被美国渗透的非常彻底了 再加上美国身边还有那么多盟友 我国并没有那么容易制止美方的这个计划 就算能够成功制止 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也无法想象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不必在乎对手的阴谋轨迹 而是用绝对的实力去完成载人登月工程 然后再带领合作伙伴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 这样一来任何想要分得一杯羹的国家就必须来跟我们合作 到时候就算美国的这个新规则已经通过 也只能是摆设而已 就比如前些时候 我国就带着巴基斯坦的立方星登上月球 把一支将与我们竞争的印度急得上船下跳 最终印度只能跟我们恢复关系 据说立刻就提出要跟我们在太空项目上进行合作 当然了肯定不能拿印度跟美国相提并论 但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随着美国不断衰退 他身边那些盟友是否还愿意无视巨大的利益 跟其一路走到黑 我深表怀疑 谢谢收看 再见